小朋友们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学千岛娃娃 拿出这本书 打开第 十九页 打开第 十九页 首先呢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 上面的题目哦 春节 过春节了 挂上红灯笼 贴上红对联 穿上红衣服 还有红包呢 春节是什么呢 春节就是我们叫做 过春节了 现在他们在过春节 挂上红灯笼 红灯笼在哪里呢 这个叫做红灯笼 贴上红对联 红对联 红对联就是这个 平常呢会贴在 门的左右边 然后上面会写着四个字 比如说有恭喜发财 小孩 还是年年有余 是吗 穿上红衣服 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 都会穿上红衣服 像这个姐姐啊 然后这三个小孩都是 穿上红衣服 然后红包 红包就是我们每次 春节的时候都会得到的 这个叫做红包 小朋友们都懂了吗 好 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 小朋友们再见